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大海老师 然后今天我又出来做户外了 然后今天是9月23号 现在是晚上的10点 10点23分啊 哦不对 10点12分 然后我们在这个路边发现了一条这个东西 这个玩意儿 这个叫做烙铁头 然后也叫圆毛头附射 这个是一条 这个是一条亚成个体啊 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跑得好快 我还没说完 你就跑了 一瞬间就消失 一瞬间就消失在那草丛中啊 被我打扰到了 它还在那里 它还在那里啊 草还有动静 然后这个烙铁头蛇的话 是一种剧毒蛇类啊 在中国毒性排行榜上排名前五 毒性跟眼镜蛇相当 呃 成年的烙铁头呢 一口可以摇死两个人 为什么它一口可以摇死两个人呢 是因为它可以注射108毫克的毒液 48毫克就足以致命 诶 我看到它了 我看到它了 它还在那里 它还在那个位置 它还在那个位置 但是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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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它在往里面爬 好 它爬进去了 爬进去就算了 我看一下我还能这样拍得到吗 啊 它已经消失在了这个草丛里面 好吧 没事 我们待会再去找下一条 我们待会再去找下一条 然后要是喜欢爬虫 喜欢小动物 喜欢户外视频或者户外直播的 可以点个关注 我们现在正在直播 然后 这个是在山上 在森林公园里面 下一个视频更精彩 拜拜 还是9月23号 然后我们从那边走过来 在这个垃圾桶旁边 又发现一条烙铁头 这条烙铁头比刚刚那条大一些 好好拍一下 我已经进入它的攻击范围了 我已经进入它的 合理攻击范围了 然后撤退 撤退 这条烙铁头的花纹要明显一些 有可能是刚退完皮的 嗯 正在直播呢 不是刚刚那条 肯定不是刚刚那条 然后这个 这个看起来有点凶凶的感觉 看起来有点凶凶的感觉 然后我们 不去惹它 不去惹它 就让它待在这里吧 然后你们看一下 大概是哪个地方 就这个垃圾桶旁边 你们应该有人经常从这里经过吧 就爬山的 嗨 这山上怎么这么多烙铁头啊 太危险了 遇到这种蛇一定要离开 不是 可以离它远一点 因为这种蛇的致命性非常的强 而且具备主动攻击能力 再次提醒各位啊 然后 我把它 镜头放大一点 让你们仔细再看一下 仔细再看一下 烙铁头 好了 它就待在这里不动 我们也不打扰它啊 我们继续 往下走